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集帶大家看了這間泰國佛寺 這間泰國佛寺是世界第三大的佛寺 這集我們跟著鏡頭去看看對面的佛寺 一腳泰國一腳緬甸的地方 走進檳城的緬甸佛寺 這裡也算是馬來西亞最悠久的南傳佛教寺廟 是建於200年前公元1803年8月1日 賓城車水箱面佛寺 已被賓州政府歷史文物古紀委員會 列為州內第15個歷史遺跡 這裡供奉的是釋迦牟尼高達27米大歷史的戰佛 這座佛寺的地皮是由一位名叫娘惹悟動 在維爾斯太子島總督佐治利英佛的統一下 花了西班牙幣390元勾置而來 然後贈送給這間佛寺 整體建築風格為地道的緬甸形式 這裡上面是來著世界各地佛教所送的佛像 這裡上面是來著世界各地佛教所送的佛像 緬佛寺內的佛塔為四方形 不同於泰佛寺的圓形佛塔 看到招財同志 停車路向 這裡供奉佛教三寶 停車路向 這裡還有座金色利塔 裡面供奉著十二生肖的代表座 動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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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程路向 缅甸形式的佛塔议题 这里面供奉着阿拉太基 这里面供奉下转转 停车录像 他们的供奉有椰子 甘蔗 白蜡烛 香蕉花 将一個字幕放在给大家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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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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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